兩名男子雙手舉高 被大批警力團團包圍 地點就在台北榮種前的花園 而這兩名就是 捲入西門槍擊案的兩名共犯 裡面有一把槍喔 還是PPQ的耶 保濕槍 東西倒出來 我們先清掃喔 這裡 保濕槍裡面 沒有裝什麼 蛋碗在裡面 警方在逃逸嫌犯身上 逐一清查 搜出一把槍枝 此四號凌晨三點多 西門町捷運站棋樓 發生一起槍擊案 現場一共開了八槍 造成四名男子胸部手部及腿部 多出重彈 這四人因為身上有傷 兩人請憲兵對送醫 另外兩名包含祖賢在內 遭醫院通報後治療帶回 傳出這起槍擊案成員 都是黑幫分子 其中有一名 還是天道盟副盟主的兒子 疑是因為重彈 遭黑幫發出江湖追殺令 四名在場人士連同兩名共犯 在新莊猛公園草叢 尋獲一把被丟棄的射案槍枝 全案共起貨槍枝三把 子彈五顆 警方也將當天生日的獸心 帶回警局說明 全案依防害秩序 殺人未遂等罪嫌偵辦 至於是否涉及黑幫糾紛 還有帶警方調查禮情